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全新的节目 那就是网络投票箱 最近我们都常常把一些问题放在我们的社区页面当中 然后让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观众去投票 到底他们觉得谁是最好的部长啊 或者是好像凯里下一步要去哪里啊 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投票 今天我们就一次过给大家看看结果是怎么样 同时候也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看法 我们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是 你认为火箭表现最好的部长是谁呢 毫无悬念 陆造福交通部长以86%的票拿下了这个第一名 这是绝对性的压倒性优势啊 因为陆造福本身他是前任的这个交通部长嘛 所以他是有经验的 上任过后他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摸索 到底谁负责什么部门啊 整个部门当中谁掌管的权利啊 要找谁才能知道答案啊 他不需要 他马上能投入工作 然后就去到各个前线去视察这些前线的工作人员 确保公务员啊 或者是这个关联公司的雇员都有真的好好为门人服务 也当主愧啦 他是作为第一名 不要只是说火箭的部长而已啦 甚至是如果整个内阁开放竞选 我都觉得陆造福很可能会拿下第一名 第二名尼可敏的房地部长也很可以想象 因为最近他提出要的倡议是要把这个公共厕所弄得更加干净整洁 除了是为了公共卫生着想 同时候也就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嘛 所以他融化第二名 而第三名的是洋巧窗 第四名的是西方库嘛 那到底你们为什么会投选洋巧窗跟西方库嘛 到底什么政策打动你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交流交流 而第二个问题我们有的是 家长不满孩子被校方踢光头 于是闯入教师办公室剪老师的头发 你觉得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这是在印尼发生一件事情啦 然后有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觉得 家长这样子会宠坏孩子是一种错误示范 我自己本身也是赞同这个观点啦 毕竟是孩子去学校学习 很重要的是一个守己律 既然校鬼在那边的话就需要遵守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学校效果 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也应该是家长去到学校 可能跟老师进行沟通 除非是很严重的体罚啦 然后有伤害到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 不然的话太过激烈的方式去保护孩子 其实可能会让孩子觉得有父母这个靠山 那未来的孩子要在学校当中被管教 被教育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 反正我有父母我才不理老师讲什么 那可能对学校的教育就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的确这是一个比较错误的示范 而下一题我们有的是凯里被开除后 到底他下一步会加入什么呢 有些人会觉得加入公正党 有些人加入土团党 结果最多的42%人竟然觉得他会成为自由人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在马来西亚做一个自由人是非常困难的 就好像体育当中如果你做自由人 你没有办法拿到国家体育局的拨款 然后没有那些训练你的人像李子佳这样要自己找 当然他也很幸运找到一个非常大的赞助商 可是如果像在政党当中 如果你要做一个单打独斗 是非常困难的 你想想一下就是像竞选当中 你需要很多钱去印海报去插旗 而竞选当中可能有交通工具 可能志工的膳食住宿还是什么 都需要花很多的财力 同时你需要人力资源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政党能够好好的提供的 如果你是个自由人的话 那要怎么样子去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是相对非常非常考验的 那其实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成为自由人呢 可以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你觉得他有能力 或者是马来西亚有这个条件让他成为自由人 我们期待跟你在留言区当中进行交流 下一个我们有的是调查当中 是凯里表示自己未来还是想要出任首相领导国家的 你怎么看有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不看好 然后哈斯凯里也不是什么好人 可能大家也是有印象 当时候他在这个阿卜杜拉·巴达威 任相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被这个马哈迪叫做这个四楼太子党 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当中就获得了非常多的油水 因为官商上面有一些利益关系 可能当中他也获利不少 当然也要非常多 有三成人是觉得看好他 希望他未来成为首相 对我们而言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大家也不需要像以前他做错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完全不给他机会 因为政治上很现实的讲利益的 政治人物是讲利益 我们选民也应该讲利益 如果这个政治人物他改过自新 他给我们更好的利益 他要落实更好的政策 那我们就应该给他机会 反之如果这本来我们喜欢的政治人物 开始堕落 开始腐败了 我们也绝对不要讲情 不要讲义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利益 就是你到底对国家有没有利益 对人民有没有利 没有利就走 有利就留 这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客观公正的选民 应该做的事情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四个的留言箱的分析 而我们最新的投票是公正党当中 到底谁是最好的部长 欢迎大家点击上面的链接 然后帮助我们投票 我们看看到底谁会当选 我们下期见